这个应该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手把了 可惜它就是少了一些我觉得挺关键的功能 但也多了些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用的功能 Fusion Pro无线手把 一个比任天堂自家Procon还要贵上一半的Switch手把 一般美的价格只用看的完全不能理解 要不是有参加过大乱斗比赛估计也不会买吧 但假如有的做选择的话 谁不想直接买最好的呢 Fusion Pro由PowerA制作 旗下还有从贵到非常贵各种特色鲜明的手把 抱歉我穷 但Fusion Pro与其他手把不同 类极简主义的外观反倒显得更加高尚好看 那刚好我手上有一只Fusion Pro手把 接下来看看今天的主角 凭什么能躺在我心中第一手把的位置 但在那之前呢 我会先谈谈跟着一起来的全部物品 真心想买的话可以参考看看哦 这就是一百美的包装 抢眼红色涂装底下的涂鸦 在反光中帅到一个不行 尤其是背后映着Fusion字眼的球体 犹如所有的涂鸦都出自它的泡桥 就像在告诉着我手把里藏着一只猛兽 等待你去驯服它 是的我的确有点夸张了 但不能否定包装的外观啊 一点也不像只是包装 要我把东西都拿出来 直接将手把摆在里面看起来也毫无违和 盒子里除了手把 跟着来的还有一大堆的配件 先摆到桌上让你们一目了然 从左边的大块头开始 用器盖箱也知道这是手把的收纳盒 但我说这不单单只让你放手把 接下来影片所谈到的都能自然的躺在里面 但相对的 它的大小就是比较显眼的缺点了 而且不能直接背在身上这一点有点可惜 也是我为何把它称之为收纳盒 而不是携带箱的原因 但撇开携带性 它的整体材质有内之外都很优质 所有配件都有自己专属的位置 而且都是精心设计好的 放到上面去的配件 大多不会那么轻易去松脱 这一点我特别喜欢 也多亏它内部扎实的结构 虽然不能确定是什么材质的塑料 但绝对不是那种轻松就能压开的品质 放入所有的配件后 重量大约会来到1kg左右 推荐用另一个背包来携带 其次是可更换的面板 只要像这样稍微用力推就能拆下来了 比较特别的是面板以磁铁来吸附在上面 所以只要轻轻的放在上面 打一声就完事了 而且你们注意看看摇杆的边缘 那里其实有一层防摩擦环 能避免直接与面板摩擦 至于手感的话就挺微妙的 我几乎体验不出什么明显的差距 有种可有可无的感觉 再来是两个可更换的高通摇杆 是为了能够让追求极致精准度的专业玩家们 做出最好的操作而打造的 一个是平滑表面 一个是有防滑环的摇杆 注意哦 由于我不太明白这一项 接下来说的就当做参考就好 对于一名普通玩家而言 我没能发挥到他带来的优势 甚至觉得短筒用起来还比较顺手 说白了就是或许我的操作还配不上那份高度吧 假如你有使用过高通的经验 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留言顺便分享给其他观众 3米长的电线 好吧 如果是参加比赛之类的 的确会有比较自由的调整空间 自己要用的话 还是把多出来的部分用魔鬼毡绑好 使用USB Type-C接口 电线本身使用尼龙绳的材质 就算出事 电线也是你最后一样该担心的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最关键的配件 就是这四个可以随时自定义的专业备件 可以透过解开手把后方来换上它 用法简单 透过上面的按钮 按这三秒后手把中心会闪烁白光 先按下想自定义的按钮 再按下四个备件中的其中一根就好 实际体验其实并不差 细节在我们讨论手把体验的时候再细说吧 来到手感这方面其实蛮主观的 根据个人的习惯或者手型等 会有不同的体验 这里就当做参考我的个人心得吧 配上自定义按键刚好300G 比280G的PS5手把稍微重一些 接下来就是这个手把的橡胶把手 对于长时间游戏的玩家而言 会是一大加分点 虽然按键是硬了些 但回归感都很不错 就目前而言 摇杆也没有回弹的问题 真要说的话就是当装上专业备件后 手型较大的话会表现出一个 为止不能完全贴着手把的握姿 本以为我会因此而不习惯 但实际用起来却没有感到不舒服的程度 整体的手感其实很不错 如果能习惯有备件的握姿 基本就能提供一个 能舒适长时间游戏的手把体验 但我一直都很好奇 这个专业备件究竟能为玩家带来什么不同的体验 相信游戏开发商老早就把他们的游戏的操作 以最理想的方式 设计成即使是普通手把也能唱完整个游戏了吧 但我也相信备件的存在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而非只像本质上那样提供更多按键 为了探讨出备件与游戏体验之间的关系 我透过Fusion Pro尝试了各种游戏 以下是我的体验 后面也会谈到我自己的感想 《异界锁链》是由白金工作室开发的动作游戏 别扭的战斗操作引起不少玩家的讨论 毕竟游戏让玩家同时操控两名角色进行战斗 我在这难以上手的操作中寻找备件存在的理由 但却从我意想不到的角度找到了备件的用处 开始我以为可以透过备件来分担操作 但实际上也没有那个必要 反而当我发现按下L3潜行有点麻烦时 才用备件来代替 提升游戏体验的同时还能延长手把上摇杆的寿命 再跳到斯布拉顿3里尝试了一下射击游戏 唯独这次以失败告终 或许是选题不太好吧 比起备件 我反倒体验了它强大的陀螺一功能 是真的绵密 所以说 明明游戏设计本来就没有考虑过备件 那为什么会有玩家会用到它呢 我觉得或许是为了能给自己最舒适的游戏体验吧 如果你觉得L3按起来好麻烦 还是单纯的不想重复点击同一个按键 又或是手指在特定按键上使不出镜 那备件的存在就有着它的意义 而且制定好的备件设定 即使换了一款游戏也会随时更换这一点也很方便 回到手把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并不是因为它无聊 而是因为它各方面都很到位 就像一个科科都考70分的考生一样 反而是因为这手把好的很有标准 但影片开头也有提到 要不是它缺少了我觉得挺关键的功能 我要把这一届最佳手把讲办给它 手把可以透过蓝牙或者USB连接 如果想使用3.5mm耳机孔的话就一定得使用USB 这一点就有点可惜了 而且为什么那么有重量的手把 却没有震动功能这一点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再来是不支援amiibo相关的功能 这一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毕竟可以透过joycon那里来操作 这里还是让各位知道一下 但老实说 其余的基本操作是真的给力 手把通用于Switch和Switch Lite 续航能力也有一定的保证 900MH可循环充电的电池 充满后有接近20个小时续航能力 扎实的按键回归感不会带来误出的可能 舒适的橡胶手把 自定义备件带来的可能性 方便更换的面板 还自带收纳盒等等 这支手把用起来真的很放心 至于它的用户群 我觉得或许会适合专业及选手们使用 有句话是那么说的 你的装置是能力的上限 我同意这一点 但同时也表示它不会直接对你的能力带来加成 但如果哪天你觉得手上的手把已经满足不了你了 又或是觉得这种常用物品可以买贵一点 品质好一点的话 Fusion Pro手把或许就会是你的选择之一 以上便是我对Fusion Pro无线手把的心得与感想 感谢你的支持和观看 希望内容能服务到你 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黑白史莱姆 我们下次再见 拜啦 我们下期再见